中东地区因为宗教等多重因素,一直都是女性权益的挖地之一,但是即便是在如此恶劣的政治条件之下,仍然有女性能够脱颖而出,她就是被称为中东武则天的墨渣,她利用自己的美貌,智慧以及超前的战略眼光,成为了卡塔尔的实际掌控者之一。 从囚犯之女到一国王后,她的经历可以说是极具传奇性。 1959年一个女婴出生在卡塔尔的北部,当时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女婴日后会成为卡塔尔最有权势的女人。 卡塔尔曾经是英国在中东地区的殖民地之一,1971年,卡塔尔才正式脱离英国的掌控成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 当时,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是哈利法,也就是莫扎丈夫的父亲。 卡塔尔独立之后,该国政府很快就发现了,其国内有丰富的天然气矿藏,这些能源资源会给卡塔尔带来许之不尽的财富。 但是,酋长出身的哈利法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沿用了其在部落中的统治方式,要求将卡塔尔国内的所有天然气资源都化作其家族私产。 这种做法在其国内引起了大规模反对和抗议。 莫扎的父亲就是反对运动参与者之一,这些反对者认为天然气资源,应该属于国家以及所有国民。 哈利法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和统治,下令抓捕莫扎的父亲并将其投入监狱。 莫扎本人以及其所在的部落被哈利法流放到科威特。 此时的莫扎刚刚十二岁,就被迫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对于少年时的莫扎来说,流亡在卡塔尔和科威特之间的这段时间,可以说是他人生中最为艰苦的一段日子。 这也在他的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长大之后的莫扎几经周转,终于回到了卡塔尔,并成功进入到卡特尔大学的社会系学习。 美丽的他很快就引起了学校里男生的注意,其中就包括他后来的丈夫,也就是当时的王子哈马德。 接触一段时间之后,莫扎知道了哈马德居然就是哈利法的儿子,但是他并没有选择就此和哈马德一刀两断,反而开始更加主动地与哈马德接触,并向其表达自己的心意。 虽然当时哈马德已经在哈利法的主持下迎娶了一名王妃,但是卡塔尔本就是一个一夫多妻制的国家。 而且,和自己的第一任王妃相比,他和莫扎的感情明显是更为深厚的。 所以,即便身边的亲属对这段姻缘池反对意见,哈马德仍然力排众议迎娶了莫扎做自己的第二任王妃。 虽然不能阻止两人成婚,但是哈利法以及哈马德的第一任妻子都没有放弃给莫扎添堵。 在婚礼上,莫扎的所有亲属和朋友都没能出席。 哈马德的第一任妻子扮演莫扎母亲的角色,他还对莫扎出言不逊,称他应该和自己的父亲一样在监狱里度过一生。 莫扎却不甘示弱,表示自己将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才是最适合宫廷生活的那个。 事实上,莫扎最后确实实现了自己在婚礼上的承诺,他的儿子成功越过了哈马德第一任王妃的子嗣,成为了哈马德的继任者。 从宫斗角度看,莫扎确实是最后的生理者,也是最适应宫廷生活的人。 婚后莫扎和哈马德更是度过了一段甜蜜的日子,他们对彼此的了解也在不断加深。 哈马德知道莫扎有能力也有雄心,所以从来不会对其在事业方面做出任何限制,反而为其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 莫扎本人也发现哈马德其实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王子,他并不是那种每天只知道挥霍无度的顽固子弟。 他不但对政治有着自己的见解看法,还有着明确的目标。 哈马德曾经在英国桑切斯特皇家学习,他主张对卡塔尔的军队进行现代化改革。 这种想法显然和传统相悲,但是却正好弃合莫扎本人的价值取向和政治取向。 站在莫扎的角度看,如果哈马德能够取代哈利法成为卡特尔的国王,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完成了复仇。 因为哈利法是一个权力与非常重的人,恐怕知道死亡的那一刻,他都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力。 哈马德很难在短时间通过正当的方式,成为卡特尔的国王。 无论是他还是莫扎想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都必须要面对来自哈利法的阻碍。 莫扎清楚地知道想要成功夺取权力,手中必须要有足够的筹码。 而他能够购到的筹码只有一个,那就是钱。 他通过自己的能力让珍珠养殖成为了卡特尔皇室的重要收入来源。 自己的丈夫以及所有王室成员都见识到了自己的经营能力。 同时,他为皇室赚钱的举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哈利法对他的敌意和偏见。 后来,在哈马德的斡旋之下他成为了王室财富的实际掌控者。 但是在接触到权力之后,莫扎发现哈利法的限制无处不在。 深思熟虑之后,莫扎和哈马德决定趁着哈利法去苏黎市访问的机会发动政变。 莫扎曾经的经历在他仇人的身上重演。 政变成功之后,哈马德在王室成员的支持下,顺利成为了卡特尔的新人国王。 哈利法为了逃避清算开始了自己的流亡生涯。 他和幼时的莫扎一样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辗转。 站在莫扎和其家人的角度,看到哈利法如此下场,可以说是大仇得报。 此次政变能够成功,莫扎至少要有一半的功劳。 首先,没有他的知识哈马德很难走出这一步。 他的三位妻子中有两位都是哈利法为他安排的政治联姻。 他们很难在政治上给予哈马德帮助和鼓励。 其次,正是因为莫扎高超的经济和政治手腕能够让很多王室成员受益。 他们才更愿意支持身为莫扎丈夫的哈马德。 夸张一点说,哈马德的成王之路是莫扎不救的。 莫扎之所以能够获得执掌王室财富的权利,除了哈马德的大理知识之外, 主要是因为他能够为王室带来更多的收入。 很多中东王室的主要经济来源都是能源。 但是莫扎却看到了这种方式的危机。 卡塔尔的天然气和石油储量虽然大, 但是化石能源总会有用完的一天。 而且能源收入有一大部分是要投入到国家运转中的。 在这种情景下,王室想要维持自己的财富并使其不断增值, 就需要新的收入渠道。 珍珠采集行业算是卡塔尔的传统产业, 以往卡塔尔产出的珍珠中只有那些大颗且圆润的珍珠才有市场, 很多小珍珠却没有销路。 当时莫扎民敏锐地察觉到了其中的商机, 他认为当时中东各国的风气正在向着更加开放的方向不断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 女士们对于饰品和工艺品的需求必然会大幅度上涨。 所以他将很多小体积的珍珠, 制成各种更具性价比的饰品和工艺品, 为卡塔尔的珍珠产业打开了新的销路。 他曾经将一颗天然黑珍珠送到法国的拍卖行进行售卖, 并被估价70万英镑。 哈利法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曾经想要向莫扎索要认为珍珠, 但是遭到了莫扎的拒绝, 最后只能用100万英镑的价格将这颗珍珠从拍卖会上买回来。 哈利法买这颗珍珠的钱, 成为莫扎珍珠养殖事业的第一笔投资, 也为他后来成为王储家庭事务主席做好了铺垫。 可以说, 莫扎用一枚珍珠撬动了整个王室的财富。 除了珍珠产业之外, 莫扎还积极投身于艺术品投资。 和实业投资相比, 艺术品投资的难度和风险都更大, 但是其能够带来的盈利也是非常可观的。 他将目光锁定在那些创作题材, 前卫大胆的艺术作品上, 并且为此花费了4亿美元。 哈马德非常罕见地反对莫扎的做法, 他认为莫扎进行艺术投资的钱属于卡塔尔, 一旦投资失败将会对这个国家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莫扎对此却非常自信, 并表示艺术投资如果失败, 他将会用自己的钱去填补政府的资金缺口。 最终,在莫扎的坚持下, 他的私人博物馆建设完成。 开放的现代艺术第一次以如此强势的姿态进入到阿拉伯世界, 并且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和追捧。 莫扎所收藏的由孔思创作的悬挂的新雕塑, 也通过纽约苏富比拍卖会拍出了2356万美元的添加, 突破了在世艺术家作品的拍卖记录。 这笔投资也让莫扎打赚了一笔。 因为看到了艺术品投资的高收益率, 卡塔尔开始成为艺术市场上的重要买方。 仅该国境内就有四座不同类型的艺术馆。 卡塔尔在艺术方面的投资, 不仅仅为国家和王室带来巨大的收益, 还提高了该国与现代世界的融合度。 中东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非常富有, 但是他们都很难融入世界, 严格的宗教戒律让他们自成一派。 但是,这种状况对于国家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毕竟能源不可能一直存在, 他们需要新的收入来源。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想要赚大钱就必须要让自己成为全球产业链的一环。 由此可见, 莫扎不但在经济方面有着非常强横的手腕, 在政治方面也有着极为出色的眼光。 莫扎是哈马德的第三人妻子, 但是没有人会怀疑他与哈马德的感情。 作为卡塔尔的领袖, 只要是需要夫妻共同出现的场合, 都能看见他和莫扎的身影。 在继承问题上哈马德也是绞尽脑汁, 在付出了很大代价之后, 他才突破了伊斯兰以及卡塔尔本国继承制度的限制, 将国王的位置交给了莫扎的儿子。 自此, 莫扎便正式成为了卡塔尔的太后, 其权势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张。 有人说他是中东武则天, 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事实上, 在他的儿子上位之后, 他就已经成为了卡塔尔的无免之王。 卡塔尔的很多大型政策, 都是在莫扎的引导或知识下完成的。 比如2022年举办的卡塔尔世界杯, 就是莫扎的手臂。 他一直希望通过大型赛事, 推动卡塔尔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 举办世界杯, 让国际社会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到了, 这个国图面积有限的中东国家, 为卡塔尔第三产业的发展, 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 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联合国文明联盟大使潘光曾经和莫扎王菲进行过交流。 他认为卡塔尔能够获得举办世界杯的机会, 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国家有钱。 虽然金钱的支持确实非常重要, 但是卡塔尔世界杯的成功身板, 主要是因为莫扎王菲敏锐地感觉到了机会的来临, 并且通过出色的公关手段帮助卡塔尔抓住了这个机会。 作为王室女眷,莫扎和其他国家的王室成员一样, 也非常热衷于慈善事业。 但是因为中东地区的独特形势, 导致莫扎的慈善事业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意义。 中东地区的部分国家至今仍然会被战乱所困扰。 莫扎不但为战乱国家的孩子设立了专门的教育基金, 还大幅度提升了卡塔尔国内异国务工人员的待遇和法律保障。 除此以外,他还专门打造了一个能够收留难民的人造岛。 这个地方对于游客来说是一个可以尽情享受购物乐趣的景点, 但是对于难民来说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在这里,他们可以找到工作并实现自力更生。 卡塔尔在中东地区一直都是开放的代表, 是自由的标杆,这都和莫扎王妃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很多人都是通过美丽的莫扎王妃, 对这个国家产生了良好的印象。 哈马德的很多政治理想正是因为有了莫扎的支持才能够变成现实。 在他们夫妻二人的努力之下, 卡塔尔确实正在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着。 莫扎的经历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出色的政客是不会被性别所限制的。 女性拥有无限的可能性, 即便是极为残酷的环境下, 只要基于女性一定的机会, 她就会散发出自己的光彩。